今天要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个超级好用的阅读理解的方法 就是咱们的画图法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其实人类的文字啊 是比较晚在我们的文明当中才出现的 但是画画确实很早就有了 比如说在一些洞穴啊 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都有人类早期画画的 来记录一些事件啊 或者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记录 画画的记录 所以人类对于图像其实处理的能力是更好的 因此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看到满屏的文字 我觉得我读不下去 或者是我每个单词我都认识 合起来我就是理解不了它是什么意思 或者我理解了我也没记住 这种情况我就强烈对建大家一定要用画图法 那画图法怎么做呢 我们具体的来示范一下它的三个功能 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可以来画句子的逻辑 比如说咱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句子 叫做 The caves of Lascaux might conceivably qualify as underground galleries 他讲到这个Lascaux 我不知道它是啥 但是我知道它是一个洞穴 这个洞穴呢 有可能 might 被作为这样的一些合格的 underground galleries 地下的一些画廊 然后接下来看到它后面是不是有个转折呀 他说but many other paintings have been found in recesses 这个时候很多会发现 我好像不认识 recesses是啥 对吧 但是你看后面这个内容 叫做totally unsuitable for any kind of viewing 这个时候就知道了 它讲其他的画 也就是不是这个洞的画 对不对 其他的画是怎么样的呢 其他的画是不适合观看的 看不着的 因为你看它后面的解释 比如说tied nukes and crannies that must have been awkward even for the artist to penetrate let alone for anyone else wanting to see the art 所以别说看画的人了 做画的人都不方便 所以那些画在一些不容易被看到的地方 然后它有一个but说明啥 说明咱们这个Cave Lascaux里面的画怎么样啊 你看你这样一画 一对比出来 你可以有一个对比的符号 其他的画不容易看到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地方的画 是不是就容易看到 因此你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细节题的时候 他问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of the paintings located in the Lascaux caves 那很明显 这个答案是不是一定要选那个 它容易被看到的那个选项 那你们可以暂停一下这个视频 看一下ABC第四个选项选哪个 然后我来公布正确的答案 怎么样 你们是不是多选了第四个选项 they are easier to view than cave paintings at other locations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女文画画A一下对比关系就出来了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咱们可以来再示范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 因为有很多同学问过我这个题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句子 这个原句很长对吧 一个句子简话题 但是这个句子它讲了一堆东西 它说什么 the number of colonies in the city areas were not limited by availability of suitable trees and the clumped or regular distribution of colonies was not due to an underlying clumped or regular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nest sites 哇内容很多 就算我这样读了一遍 你们是不是感觉也不能理解这个句子讲的什么内容 所以非常适合来画图 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这个很可怕的画工了 没关系 你们自己能画得懂看得懂就行 我只是给大家稍微的示范一下 那比如说你看它的逻辑关系有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到有个and 那肯定就是个并列的关系 对吧 那我们把and的前和and后分别来画一下 首先and的前这个主角是谁呢 主角是the number of colonies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画一个number of colonies 然后呢它有一个否定 was not limited by 所以你可以打一个X 对吧 不被什么东西呢 把这个东西画出来 availability of suitable trees 不受后面这个东西的限制 并且and a clumped or regular distribution 所以你看这个distribution 又是我们的一个主角主语嘛 它was not due to 又来了一个否定 对吧 不是因为an underlying clumped or regular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nest sites 所以就是distribution of colonies 不因为什么呢 不因为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nest sites 所以你会发现即使你可能有点不太了解它到底在讲什么内容 但是你通过画图把逻辑关系 以及关键信息都画出来了之后 有了这个图 你们就很容易去做这个句子简化题了 同样的你们暂停一下这个视频 你们选一下这个题应该abcd 哪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 并列加两个否定对不对 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就是我们的递选项 neither ok 这没有任何一个是重要的原因 对吧 所以直接把它给否定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种 咱们可以去画句子的重要的逻辑关系 当然这个逻辑关系 你要看看是谁和谁的关系 所以那个谁和谁主角 也可以稍微的标记下它的关键的单词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去做的 就是你有了这个逻辑的理解能力之后 你就可以来画预测 因为我们的句子插入体 是很需要大家有预测的能力的 比如说咱们看这个句子 however these animals have additional means of staying warm 他说但是 这些动物有额外的方法来保持温度 但是有额外的方法 那前面一个是啥 前面我可以画个图 叫做它应该会讲一些正常的方法 后面再来转折 它们还有额外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很好的预测 它前面会讲什么样的内容 那你的句子插入点 是不是就变得比较清晰了 那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用来画图的呢 就是去画语法结构 之前跟大家讲过很多长男句的一些基础套路啊 或者升级套路啊 但是句子很长的时候 容易会干扰我们去看那些重要的信息 所以我们可以用画图的方法 把这个句子干扰的信息给它排除掉 对吧 或者给它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出来 这样一些理解句子的主干就很容易了 比如咱们来看这个句子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句子很复杂 对吧 因为它是属于我们之前讲过的 从具省略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套路 但是你按照老规矩 先把主位找出来嘛 主位是谁 主位就是modern farmers 现代的农民 卫语在哪呢 attempting 虽然attempt是个动词 但是attempting 所以它肯定就不是卫语 对吧 它是非卫语 所以就不管它 删掉 一直到哪里呢 一直到half-faced才出现了卫语 所以我们可以把half-faced 识别给它圈出来 因此主语跟卫语就出现了 叫做现代农民 面临了什么呢 卫语也出来了 crop failures 很频繁的总是农业种失败 庄稼收成不行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句子就已经讲了 现代农民的状况 而中间的一些修饰成分 比如说啊 他们想要去种什么 Coin ancient Maya 对吧 这些就已经是一些修饰成分 没有那么重要 包括最后那个 especially in the north 就不是你需要去记住的 最重要的信息 最重要的信息 你只要记住 现代农民老是失败 其实就可以了 OK 那以上呢 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三种 我们可以用画图法 来理解托福阅读的应用的场景了 大家赶紧去找一些场文具 来尝试一下 关键得把这个方法用上 变成你自己的 这样就是这个方法用上 MV2 3 亘先开始